這是有名的當家新宿御苑 要來這台灣 要來找找這個Pavilion 那就是台灣歌 台灣歌是台灣日本時代的大體 台灣的日本人因為 以洪泰主的分類方向的這支台灣歌 新宿御苑這個地方 很像紐約的中央公園 在江戸時代江戶時代 它是無家的在地 這所在陣地非常寬闊 裡面有法國英國和日本的天空 在陣子裡 面前這裡有空冬的西法府 也就是草坪 是在櫻花櫃開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來這裡 吃不完 裡面有10台有名的樹木 我不知道你找到幾場 看見到那種紅柱下的家 就是台灣歌樓 這是192701的建築 由深山松之柱所設計 深山松之柱在台灣去到 很多很漂亮的廚 包括中豆腐台北邊館 和甘山丁丁丁 這家的風景是漢文化 閩南市建築 這家的風景是漢文化 為嫁人搭起來 叫做漁刃漁藥 意思是說 風景站在旁邊 所有的魚都很高興 跳跳起來 他們的叫做瓦湯 這裡叫做滴水 這裡叫做滴水 他們的叫做瓦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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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叫做滴水 他們叫做瓦湯 因為他客近水滴 所以叫做水蟹 因為客近水滴 燃火開的時候 是整個冬天上 第一種要漸位的地方 是資深廣場 不是山野 時間到了 人要拘捕了 所以要來走 還有 有自己人知道 他們是海苔的地方 和我們一起去看看